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出户外的时候 一直都在享受 而且一直在吸收 那其实我觉得要踏出那一步 其实可以从自家身旁的步道开始 走过第一招 虽然这个踩也没有多高 几百公尺而已 但是走上去就像一步 一步 虽然脚很酸 但是每次回头的那一刻 哇 这一切都好值得 对 你会看到你自己走过的这些痕迹还有轨迹 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又更上一层楼了 而且那时候我就会充满好奇心 就是我会不会说固定 一定得走这条路 我看到旁边有一些小小的路可以走 我就会说这里安全啊 有问题安全 我就会去探索 那在爬松螺虎的时候 自己的心理状态已经更强重了 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拦倒自己 而且那时候自己体力也算都还不错 所以也是跟着这群朋友去 而且因为松螺虎的地形 那还有气候环境相对比较潮湿 那你看这地上都会比较泥泥一些 对 蛮泥泥的 所以其实难度真的有一点高 我是单工 单工 所以你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大概是我们到那边差不多七八点 那整庄那除备有体力 吃完早餐之后出发差不多九点 我是天黑前下山 所以我看你好像还有戴头灯是不是 对 还有戴头灯 因为我觉得这些装备是固能少的 可能判冠衣或是到了太暗 都需要用到 而且过程还会遇到一个 一直非常可爱的长毛巷 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第一个百月 可能跟我都一样 就是可欢北风 非常适合 是 真的超级适合 因为我也是在跟那群山游一起 建立了很多信心 他们给了很多信心 我想说我一定可以 我体力很好 我的双腿很有力 因为我的朋友就见证了我 跟他们一起去爬了好几层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静静的爬的人 我就看到 我会这样子 你会跳跃是吧 石头 是 我会稍微跳 他们自己整个 那个动态的感觉会 启动得很高 所以他会说 你很会爬山放心 你一定可以 所以在这些朋友的建设之下 就先爬河湾北风 所以你这一场 河湾北风 你大概爬了三个小时吗 要不办 我不记得时间 因为我觉得 蛮快就到了 因为那时候 我们还想说 要不要往东风去 但是有一些朋友 可能体力还没那么好 我们就想说 我们就是同进同出 大家一起 就是我们就提早下山去吃饭 但至少 爬到了一个北风 就是人顺地做百月 近年登山践行风潮盛行 体育署推行全国登山日系列活动 提供多元化的登山活动 一同感受 台湾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在108年 10月大概是21号左右的时候 行政院这边有召开一个 香山自建这样一个记者会 会议里面 整个大概接触有 五大的一个政策的群手 包括山里开放 包括有些资讯后面 包括服务要便宜 包括我们登山的教育要普及 也包括我们有一些登山 有一些责任 和一些要自负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特别接触这五大的一个政策主轴呢 向全国的一个民众 宣导政府 把山里开放 向山致敬 向山致敬的时候 我们要进山 我们要自进 然后呢 我们也要进山 哪一个进呢? 要进去山里 那哪一个进呢? 我们进入山里 我们要把山里保持干净 所以我们有三个进 三个进山 那个 自从 108年这样子实施以来 那个 已经快要四年了 然后 体育署这边 坦白讲 从106年 针对全国登山制的一个活动 就已经开始自然而实施了 然后我们整个全国登山的这个活动 其实是搭配刚刚讲的这个五大主族里面的教育 教育的这一个环节 所以 很高兴今天在今天的会场 看到我们所有的伙伴机关 所有的协会和企业 很多大力的支持跟赞助我们 持续在伴侣相关的一个活动 我们整个9月跟10月 有很多的一个系列的活动 然后看了一下应该 应该可能不止 除了 除了 我们各个单位在办了250场以上之外 包括我们那个 伙伴机关这边也 大概有办了100场 很多 包括有些线上的 线下的这些相关登山的一个活动 跟一些安全讲座 或是登山论坛 那个 还有 比较重头心应该是 我们 北中南 这三区 我们有一个主题日的一个登山活动 在10月14号跟15号这两天 然后另外最后呢 我们在整个10月底 会有一个登山社团的大会师 在10月28号 都是9号的两天 系列活动从9月陆续开跑 透过全国性与地方登山社团的串联 举办超过250场登山活动 规划近20场登山安全奖座 民众只要在期间参与登山 就有机会获得超过40家品牌的精选豪力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内湖百年土地公贵竹公 从8年前开始将白米等普度贡物品捐赠给弱势团体 在台北市议员李燕秀浩州下 今年更获得西美市卢州奉安公 及多家企业与民间善心人士响应 连远到屏东屋台乡的贫困户都受惠 受证单位将一包包白米 及一箱箱普度贡品礼盒搬上车 这里是内湖百年土地公庙贵竹公 8年前在当时担任立法委员的台北市议员李燕秀号召下 将信众普度的贡品转赠给弱势团体 像在诚心祭拜好兄弟祈求平安的同时 也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贵主公在我们内湖立山街 就是我们这个旧地名叫山脚 在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上百年 那我们其实每一年的中原普渡 物资都非常的多 那自从李燕秀他当上立法委员之后 他就跟我们这个庙来联系 把这个多余的物资可以送到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上 所以我们今年是我们第八年这么做 从普渡之后 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物资在 那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把这样的爱心 直接捐赠出去 我们普渡本来就是希望大家平安 这个平安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在社会上有更多的人需要 所以我们就过去我们一开始 只是把普渡品一起做一些捐赠的一次 分享出去给荣服处的各单位 那我们后续陆陆续续 这个新闻有更多人知道之后 有更多地方的好朋友加入 不同的公庙加入 那甚至其实贵族公跟我们的丰安公 只是其中一个 现在其实陆续从八年前开始 陆续有很多的公庙都一起在普渡 把贡品当做后续的捐赠 分享出去给有需要的人 那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爱心 这项持续八年的公益活动 获得外界好评 不但许多企业及民间善心人士响应 新北芦州丰安公也加入 捐出两千斤百米及数十箱民生物资 共襄盛举 其实我们每年都有 也是捐赠物品给各地方的慈善机关 那因为这因缘际会 我一个很好的大哥 大嫂在这边服务嘛 所以想说他邀请我说 看他们一起来这边参加 所以我想说共襄盛举很好啊 每年我们的物资也还蛮多的 那很多善心人士都说 要捐赠给这些慈善机构 那我想说团结力量大 那我们就把它全部集合到这边来 一起来做这个善事 中原普渡这个相关的救助活动 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 那我觉得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 我这个很高兴 我想除了我们贵族公委外 我们其他的公外 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们都会来参与 我们的理事啊 赵理事 他刚好有这个贵族公的捐赠仪式 所以我们很乐于参加 我们就来参加了 希望以后每年都有机会来 受贞单位包括 华山基金会港湖站 士林荣誉关护人协会 台湾道记爱心会 永吉康复之家 生命力乐活福建会 巡礼会内湖教会 及港湖区清寒贫困户 甚至连远在屏东雾台乡的贫困户都受惠 贵族公这边的话 他们提供了物资 然后提供了钱的部分 然后可以照顾我们这些弱势的长辈 这样子 那贵族公一直都在很关心我们华山 然后一直都有捐给我们华山 这样 很多年 对我们长期配合多年 除了捐赠中原普渡贡品做善事 相传日据时期就建庙的贵族公 每年在端午中秋及元宵等几大节日 也会分送民众平安游饭等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信念 希望让土地公的爱心 庇佑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少年服务院在108年全面改制为矫正学校 让每位学生接受108课纲课程 及技能训练外 也有机会接触艺术教育 因此法务部举办逆风少年异动青春特展 规划了六大展区 让参观民众了解背后 富含人性温度的故事 对矫正少年们有更多的理解与接纳 一幅幅黑白摄影捕捉逆风少年的身影 密密麻麻的文字写满对家人的思念 法务部逆风少年异动青春特展 规划六大展区 包括青春显影、字画像、刺绣重生、书信互动区 接见式互动体验空间以及艺术创作等 呈现少年的生命故事 也让民众透过不同的途径认识矫正少年 这个六个展区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是摄影作品 那这个摄影作品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在六年前 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替代艺男 叫卢德真 那他很特别 就是跟这些少年们有非常好的互动 那他们就觉得说 少年们这一段时间 如果依照法律上来说 他们这些记录是要被抹去的 但是他觉得 青春好像这样没有留下什么很可惜 所以他们就跟他们沟通 然后所以跟他们做了一些拍摄 其中有一个是 在我们大的展区 然后有看到一个小朋友 就是把自己脸遮住 那这张照片呢很有意思 我也是听他们学校老师在讲 然后这个小朋友在描述说 他在进来前 然后跟爸爸关系很不好 然后进来之后 也自己有很多的烦心 然后他说他很想跟爸爸说 爸爸我爱你 讲完之后他自己很害羞 就把脸遮起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张照片 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看 慢慢体会来细细观赏 那另外一区的部分呢 就有小朋友的自画像 那这自画像的部分 就是我们四所矫正学校 然后他们在上一些 艺术课程的时候 然后老师让他们做的自画像 那这自画像 他们有的是用点画 有的是用板画 然后有的是用水彩画 那我觉得等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小朋友在里面 他怎么样去描绘自己 那小朋友很多 其实非常有艺术天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手册 甚至在我们的宣传的博射上 就有一个画像 大家以为是我们去引用的 谁的画 没有就是小朋友的画 他当成我们这次展出的logo 我觉得非常的吸睛 那大家也可以来体会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块是刺绣区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有刺绣区呢 因为现在时下的年轻人 很多人就是手上会有些刺青 那但是如果说 他们想要挥别过去 有些小朋友 他会想要把这些上面的刺青 把它去除掉 但是去除刺青是一个 非常疼痛的过程 那我不晓得大家 知不知道怎么样去 因为如果要除去的话 就会好像那个秀 就像刺绣 那个一点一点会凸起来 那就有点像刺绣的感觉 那学校的老师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让小朋友 在除去这些刺青的 这些图像之前 让他把他那个图像 换成是刺绣的图样 把它留成一个纪念 然后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展区 那还有一个展区 是Inner Voice Inner Voice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 大部分的小朋友是 没有经过那样子 矫正学校的这样子的经历 那里面我们收入了非常多 他们从早上起来 然后他们参与一些学校的活动 比如说他们有咖啡豆的学习 球类的学习 然后或者是开门关门声 或者是起床的一些音乐 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听听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还有一区呢 是针对我们矫正学校 改制前后的不同变化 总共有四个阶段 然后我们有一个大事迹的图 是在场上大家可以去观览 然后最后一区是学艺繁不繁 那那个部分就可以看到 也有陶艺的作品 然后也有用乒乓球拍做的艺术品 那非常的多元 副司长谷慧珍表示 少年福育院在108年 改制为矫正学校 让每位学生 接受108课纲课程 及技能训练外 也有机会接触艺术教育 展览中可以看见青少年 如何透过艺术探索自我 学习沟通 加强自我认同与重塑自信 法务部这几年来在司法改革 有很多的面向 我们做了很多的改善 那其中有一块的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是针对这个 少年福育院改制成矫正学校的部分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尤其在111年 110年8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学校都已经全部 变成矫正学校 那现在有敦品、城镇、立志 跟明阳四所矫正学校 那其实在改制之后 学校有非常多的改变 包括它跟108年的课纲结合 那也增加了非常多元 以及不同的课程 那其中比较明显的部分 是他们结合了艺术教育的课程 那为什么想要举办这样一个策展 就回想到去年12月的时候 立志中学举办了一个爱的团圆范 在爱的团圆范里面 我们看到小朋友的改变 也看到立志口勤队 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变化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矫正学校的转变 以及这些少年们在里面的努力 我们这个策展 就是希望可以走入社区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我们矫正学校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些少年人也不是大家想的都这么坏 那也许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迷失了自己 但是我相信 你跟我都可以成为他生命中的贵人 可以帮他撑一把伞 我们可以一起走过 我会觉得说 其实小朋友在整个艺术教育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自我的一种心灵的陶冶 那甚至是一个自我的省思 其实人有时候 其实他当他在沉淀下来之后 他其实会慢慢的回想 自己到底做对还是做错 其实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们 也许他们可能不是很懂得表达 但是透过艺术 不论是在画画或者是创作 甚至他们有云门舞集 这些舞蹈的课程里面 其实都是一种对于自我 另外一种探索 以及另外一种沉淀 逆风少年异动青春特展 即日起在中国文化大学 推广教育部大厦一郎 展出到9月14号 邀请社会大众透过不同艺术形式 看见少年们背后 富含人性温度的故事 感受生命的美丽与深邃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长者视力问题 不仅会造成生活不便 更可能会导致忧郁症 因此中华民国老人福利关怀协会 与专业护眼中心合作 启动护眼长者爱计划 募集民众捐赠的镜框 与护眼中心额外提供的全新镜框 为长者进行验光 验光师透过专业的仪器 仔细为长者检查视力 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眼睛问题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调查显示 约有超过两成的老人 表示有视力状况 其中老花眼最为严重 不仅对他们的生活品质 产生负面影响 严重的话可能导致忧郁症 像现在来的 那些药包 比较小的也看不到 主要就是 要去出门 要做什么 看路标 看哪些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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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看你啊有时候要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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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如果有一個人生活,很容易影響到他會有情緒,甚至會有憂鬱的問題 那憂鬱來講對老年人家是很嚴重,因為有時候甚至會想不開或心去不好 那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那這是因為目前來講社會是最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那我們只能說進入我們燕光師,剛好又是這個職務 然後剛好可以藉由我們的本身專業來先幫他解決視覺的問題 讓他看得清楚,然後也比較願意走去外面看看大致來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與專業護眼中心合作,啟動護眼長者愛計畫 第一階段募集到174副愛心民眾捐贈的鏡框,以及護眼中心額外提供的全新鏡框 8月展開第二階段,接送長者到護眼中心驗光 並依據他們的需求提供兩副合適的眼鏡 包括適合看遠的智能光感變色眼鏡和閱讀用的眼鏡,讓長輩擁有清晰視力 這個活動老協在當初在規劃的時候我們就非常的支持 因為在我們的一些長輩,甚至一些年紀比較大的朋友 他其實走在路上看到招牌或是紅綠燈其實已經不清楚了 那有時候看看家裡親人的照片呢,或是閱讀 他覺得看見的時候呢,眼睛又很吃力 那老協發起的這個活動,我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那我們第一階段募集了大概有兩百戶的鏡框 除了我們的意料之外是同業捐了快一半 表示說其實大家對護眼跟這個關懷長者的這個心其實都在 只是說要有人把它帶起來 那法令業服務中心呢,就想扮演這個角色 讓更多的支持者來支持這個計畫 讓我們服務更多需要配進的一個長者 老人福利關懷協會理事長蔡宏彭表示 協會在訪視過程中發現有弱勢長者 因為沒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合適眼鏡 因此啟動護眼長者愛計畫 除了感謝社會的愛心支持 更期盼各界共享盛舉 其實我們的理事有一個裝生發妝理事 就是我們協會的理事 他在去年就跟我提到說 是不是能夠來幫老人家 這些比較可能經濟不是那麼好的一個老人家 我們這些長者來做一個配進的一個活動 那其實從去年因為剛好 今年剛好疫情解封了嘛 所以我們就開始籌備這個活動 所以這個活動其實最主要還是要感謝我們法尼爾 我們理事運長還有我們莊理事 就是說能夠有飯店的業者 能夠來提供我們一些月餅 我們能夠來送給應景的一個食物 類似這樣子 或者是說過年的時候要送年菜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餐廳或者什麼樣的團戰公司 願意來協助 除了吃的以外衣服也是啊 我想十一住行我們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覺得很高興的就是我們跟法尼爾這樣的一個合作 這是一個可以說是領頭羊 那也希望說讓這個活動能夠讓更多的企業能夠知道 也能夠讓更多的企業來投入來 來照顧我們這些獨居跟親含的長者 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誠摯呼籲社會大眾 關注眼睛健康的重要性 並邀請大家熱情參與 讓每位弱勢長者都能擁有清晰的視力 同時感受到社會的關愛之情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到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台北市中正區三愛里在連雲公園 舉辦中原普渡法會 今年總共有400戶報名參加 林民們準備各式水果、餅乾等豐盛的貢品 祈求好兄弟保佑一切平安順利 在里長的代理下 李民們手持相知 用虔誠的心一同祭拜祈福 中正區三愛里中原普渡法會 27號下午在連雲公園舉辦 今年總共吸引約400戶李民共襄盛舉 家家戶戶將餅乾水果等各式貢品擺滿整桌 里長則是請來道業專精的法師送金 場面莊嚴隆重 今天是我們三愛里、便利的中原普渡 拜拜法會 我們的安排的話 就是也請五位法師來送金 然後有準備一些簡單的 那個隆重的那個貢品 希望我們各地各路的好兄弟來一起享用 那我也藉這個機會 希望好兄弟也保衛我們便利的里民 居家平安 大家都健康快樂 謝謝 我們替里民準備一些金子、香 然後叫我們里民準備一些簡單的水果 跟餅乾、乾糧、那些只而已 簡單隆重就好了 讓我們里民求平安、心安 中原普渡是我們每年很重要很重要的日子 所以也希望藉這個拜拜的機會 祈求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那一切順心如意 由里辦公室舉辦大型普渡法會 除了可以省去里民準備祭祀用品的時間 同時也鼓勵民眾以米代金 減少香之紙錢 並將金子集中焚燒也更加環保 謝謝我們三愛里的陳仁寺里長 來辦理一個慶山中原 連連普渡的一個祭典活動 那因為大家可以把貢品 還有一些金營紙錢都來這邊 公辦一些好兄弟 然後這個金營紙錢 那也可以來參加市政府的一個集中焚燒 我想這樣會減少很多里民 他們在焚燒禁止的一些困擾 那所以我們市府就在推動這個金營紙錢集中焚燒 那同時也推出這個以米代金 以公代金的一個政策 就是說希望這個減少這個金營紙錢的焚燒 為我們這個環保 大家彼此來盡一份心力 在法師送金祈福下 里長與里民雙手合十一同祈禱 希望藉由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法會 傳達里民虔誠的心意 祈求好兄弟保佑 風調雨順一切平安 記者臺北報導 再帶你來看知名美劇《絕命毒師》 真實版在台灣上演 製毒集團為了要躲避茶器 利用桃園一處工業區洗衣工廠做掩護製作毒品 刑事局搜證後進行攻堅 當場逮捕黃信祖賢及朱信製毒師等人 並起出了毒品Ketamine 9.5公斤及1200公斤半成品 還有大批的製毒設備 全案已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四人也被裁定羈押禁見 數十名遠景強力攻堅制毒工廠進行具體及搜索 這一間位於桃園一處工業區的洗衣工廠 竟然藏有Ketamine制毒工廠 專案小組調查黃信祖賢拉攏朋友杜信嫌犯 及朱信嫌犯組成制毒集團 由朱賢負責制毒 後續人手不足再找進張賢協助 制毒集團利用洗衣場後方隱秘的鐵皮屋制毒 制毒設施齊全 整個過程宛如知名美國戲劇 《絕命毒師》真實版上演 行事局經過密及根肩收證 終於一舉破獲 整個搜索查扣了三級毒品Ketamine 以及四級毒品N-Buck 總共54.5公斤 以及三級毒品Ketamine半唇品 一公噸242公斤 制毒工具等大批的髒證物 那整個案件調查我們發現 這個幕後的首腦黃姓金主 他去找了朱姓毒品通緝犯這個制毒師傅 並聯合另外兩名的共犯 躲在這一個大型洗衣場的後方的大型的一個廠房後面 在那邊制毒 那全案的索性我們即時的查獲 避免這個大量的毒品流出到市面上 那整個案件從六月到八月間我們持續的依照檢察官的指示 我們向上溯源清查所有的金流以及人際網絡 刑事局方面已經將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黃姓祖先等事人也被裁定激押禁件 刑事局方面強調制毒工廠常隱身在社區住宅或工業區中 警方將持續鎖定製作運送及販毒集團 向上溯源掃盪幕後搬派組織 也呼籲民眾勇於檢舉一起守護國人健康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再來是醫療消息 主動脈瓣膜是負責控制心臟將血液送出的閘口 隨著年紀增長 主動脈瓣膜常常會出現狹窄的情況影響心臟功能 傳統的手術對長者來說風險極高 林口長根醫院心臟整合中心團隊就攜手合作 採用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置換術 讓兩位屬於困難病例的長者重獲新生 開心享受影法生活 謝謝你們兩位教授救了我的命 86歲的高阿嬤只說兩位醫生救了她的命 還特別製作感謝狀給醫生 20年前就做過主動脈瓣膜置換手術的高阿嬤 今年又開始出現走路會喘的症狀 經過門診確認署嚴重主動脈瓣膜狹窄 在林口長根醫院心臟整合中心團隊治療後 術後七天就可以出院 而且走路不再喘 讓高阿嬤相當開心 十年來我又慢慢地走運動 我今天可以走到很遠都可以走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們葉教授陳教授的救了我 另一位63歲的圖女士還在現場小跑步 很難想像手術前她連煮個菜都有困難 在內外科組成醫療團隊幾次廣義下 這兩起病例決定採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置換手術 林口長根方面表示 經導管治患手術因為屬於微創手術而且恢復快 與傳統手術比較起來更適合高齡級身體狀況較差的高風險患者 傳統的心臟手術第一個可能還是需要開胸 不管是大傷口標準傷口還是小傷口的方式 他可能還是要一定程度的開胸 第二個這個傳統標準手術必須要心臟暫時停止 使用人工心肺肌來支持 那在高齡或是身體比較差的病人 可能沒有辦法來挨這一刀來承受這樣的手術 所以經導管半膜的置換手術對這一類的病人是比較特別適合 針對這類的病人 假如說他繼續要做以往的手術的治療的時候 可能他的手術的風險相對就會比較高 那這種情形之下 為了要克服這樣的問題 勢必就要聯合內科外科 甚至其他的專科的醫師 來做組成一個醫療團隊 那大家來及時廣益討論一下 採取怎樣的一個治療方式 可以對病人是最好的一個治療方式 民口腸根方面表示 主動脈半膜狹窄常見的原因 屬於自然老化而造成 常發生在70歲到80歲左右 民眾如果出現胸悶 呼吸喘或暈厥等症狀 就應該儘速就醫及早治療 主動脈半狹窄常見的症狀大概是三大類 包括了胸痛 昏倒 那跟喘 喘就是心臟衰竭 為什麼原因因為這個血液 沒有辦法有效的送出來 因為我們的脈膜已經卡住了 所以血送不出來 所以沒有辦法供應到冠狀脉 所以他會有胸悶的狀況 沒有辦法供應到腦部 所以重大器官會有血流不夠的狀況 所以會產生以上的症狀 那有剛剛的簡報已經可以看到 一旦出現症狀 他預期存活的年 大部分是兩年到五年之間 所以是相當危急的 那也有猝死的可能 所以一旦有症狀 建議及早治療 醫師也再次呼籲 有主動脈半膜狹窄的民眾 尤其是高齡患者 不要因為害怕而延誤就醫 及早到專科本診追蹤積極治療 他有機會改善生活品質 享受銀法生活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 熊讚是台北市觀光大使 今年熊讚生日要出來拼經濟 以實際的行動 帶著熊粉們走訪台北各個地下街 發掘台北豐富的美食伴手禮 將好坑好產品介紹給大家 台北東區地下街 進駐好吃好買的商家 吸引許多人潮走逛 台北市觀光大使熊讚 也特別來此慶祝生日 號召粉絲民眾一起到各個地下街 挖掘美食好物 台北地下街也會逛 小孩喜歡 你拿到什麼 熊讚 熊讚 因為今天是熊讚生日 特地帶小孩子來看他 我覺得因為這邊人潮還蠻多的 蠻適合的 而且也不會說太爆滿之類的 可能活動會進行那個視頻吧 其實他就是蠻乾淨整潔的 就是招牌明亮啊 就是你要逛什麼 其實都還蠻清清楚楚 然後動線也算是蠻 就是還蠻流暢的 對 我們地下街是非常有特色的 像我們的東方不敗的 五年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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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條街唯一存在超過五年以上 生意非常好 對 幫我們的老菜包子啊 還有我們的智慧圖書館 大家可以帶冰場 我們的地名 東西我裡面很喜歡去那邊 吹吹冷氣看看書 對 然後還有後面的麵包店 然後一個走到底的我們的成品書店 其實東方地下街是蠻豐富的啦 所以大家你看現在很少非常多 那這幾年在蠻豐富的時候 這個地下街的暴王呢 地下街的管理中心 也非常的用心在管理這邊 那我們逛完之後 我們去哪裡 大家一定知道我們上面的混市集 對 混市集在這兩年呢 其實帶來非常多人潮 那我現在大家可以去走一走 很多問題的商品 讓大家知道東區沒有陌落 東區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辣妹對不對 喔對 你現在喜歡辣妹嗎 對它是雷達啦 好 它是辣妹雷達 不能跟我搶不能跟我搶 八月都是他的生日月 那我們其實今天熊站 身為觀傳局的議員 台北市的觀光大使 我們就希望今年過年 過生日 他能夠就是用實際行動 帶熊粉們 來我們很多台北市的各個地下街 來把地下街好看的 而且很棒的產品來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歡迎今天是開始 第一場 所以我們還有九場 歡迎各位熊粉 來跟著熊站 來到每個地下街 來發掘每個地下街的 漂亮 好吃 好玩的地方 很開心喔 今天熊站第一站 就來到我們 東區的商圈 那我想東區商圈是台北市 很重要的一個商業聚集地 不管是年輕人 或者是有一點點年輕的好朋友們 都會在東區找到自己的回憶 所以透過熊站接下來還有九場 在台北市各個重要的商圈的巡迴 我們都會希望大家在意後 能夠出來走走逛逛擺買 幫熊站慶生也刺激一下我們台北市的買情 熊站帶領全場大跳主題曲曲目 搶戲週邊民眾目光 現場氣氛熱鬧活絡 更有從馬來西亞遠道而來的熊粉 獻上生日祖服 熊站借着生日月 在台北商圈地下街巡回 首站出了东区地下街 也到混市级逛逛 邀请民众在义后出门消费 因为以前其实熊站生日 大概就办了粉丝见面会 因为他其实有将近20万的粉丝 忠实粉丝 那我们想说 其实疫情这三年来 熊站不要只是自己过生日 他应该也要出来拼经济 帮忙拼经济 所以今年熊站的生日 我们就把它变成生日月 让他在我们台北的一些地下街的商圈 还有重要的商圈 都能够来带着熊粉们 来到各个商圈 来拼经济来消费 然后也多 透过在走动商圈才发觉 其实台北有非常多的美食 也有很多的伴手礼 也有很多东西 可以让你想要花钱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 那另外就是 其实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在东区 我们都知道 像我这种年纪的 第一次要买奢侈品都一定是来这里的 等于是这里是台北的百货的原生地 还有它的巷弄美食 只要任何有新的美食一进来 第一家店都会选这里 所以这也为什么今天熊站 我们把它带来暖售的地点 就在东区的地下街 对东区没落以来 其实市政府独入了非常多的资源进来 来振兴东区 那这一次观察局也带我们的熊站来 我们也蛮高兴蛮惊讶的 因为熊站毕竟有20万的粉丝 那今天在地下街的时候 带来非常多的人潮 那我相信熊站在庆生 一定会让东区带更多人潮进来 东区来做消费 熊站庆生活动一直到8月30号 邀请民众一起来追熊 完成指定任务 并上传至熊站脸书粉丝专页 指定贴文留言区 还可以抽熊站主题住宿房一晚 熊站造型风扇 熊站运动毛巾 及熊站热气球造型yorka等周边好礼 熊站 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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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 及刑事监视中心正式法治化 国际监视专家李昌宇博士 也受邀出席致辞 先往两中心的法治化 让警方不断精进学能 应付现今高科技犯罪 在内政部长林佑昌 政委员罗秉成 警政署长黄明昭 及有华裔神探美誉的国际见识专家 李昌宇博士等人共同主持下 警政署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 与刑事监视中心正式完成法治化 在科技犯罪日盛决的现代 牛昌期盼透过教育科技与人士的结合 有效提升科技增防与刑事监视相关技术能力 那在这几年以来 特别是在今年 在行政院的一个支持之下 那我们大举的扩充 这个相关科学的一个设备 以及建设的一个设备 就是我们需要让同仁 能够有好的工具 能够有跟得上时代的工具 来打击犯罪 同时我们也把这样的观念 深入到包括我们警察大学 还有专科学校 我们的警专 我们必须从在学校的时候 就培养我们警务同仁 这样子一个能力跟观念 那这样子到了第一线服务的时候 就能够接上这个现场的一个实物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工作 医生参与过国内外数十起重大刑案 在国内建设环境建构过程中 贡献卓著的李昌玉博士强调 建设科学只讲求证据 他勤勉年轻一代的警察 能透过AI大数据 结合建设科学及资讯科技 让大家更相信法治 科学一天的建步 日行月移 我们从事警政 建设的工作人员 一定要跟上时代 不能再回到原始的时候 将来的人工智慧大数据库 一定要利用上 怎么样结合建设科学 警政的新科技 跟资讯的新科技 整个结合 给社会更安全 给全国的人民感觉到 自然 他们相信司法制度 相信我们的警政制度 相信国家 完全在你们年轻的一代 除了协助刑事局 两中心法制化 政委委员罗秉承表示 行政院接下来将推动 建立执法单位 张政务管理的智能库房 及国家司法科学研究院 希望进一步提升 台湾刑事建设科学 让执法人员 有手持电话的APP 可以连线让这些的 政务链的管理完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如果确保政务的 真实性跟同一性 几乎是你后面 建设工作的基础工程 那这个基础工程 已经启动了 行政院也已经核定了 我相信在过几年 我们各地的 这个智能库房 都可以建立好 刑事局方面表示 两中心法制化后 科技防治中心 负责网路犯罪 通讯侦查 大数据分析 建设中心则负责 生物激震 检测DNA等工作 两中心除了持续合作 也将推动相关 增防策略 统合跨领域 侦查资源 及精进技术 培育专业人才 有效提升 侦查量能 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 记者张琪腾 台北报道 设计划清权金额 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 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 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 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集用磁云寺 每年农历7月18号 都会举办普渡法会 今年不受海溃台风影响 法会造成举行 参加普赞的信徒踊跃 登记赞普的贡品 就超过了1600份 普渡的猪公是素的 一只布满寿面 另一只布满老婆饼 中原普渡祭典中的贡品 因应时代变迁 造型多有创意 而象征解脱 及度化众生之意的摩托 以及脱离地狱门 转世阳间的碧桃 是基隆农历7月的限定美食 从头吃到尾 最后的空心菜汤 则是不能少 不能美食就是空心菜 有心情理无心留意 每年农历7月18 茨云寺都会举办普渡法会 信仲拿着贡品前来普渡 茨云寺也准备了多种素食 让好兄弟享用 我们春室固定每年都是7月18号普渡 本来昨天风雨好大 还好那个好兄弟保佑 今天贴旗这么好 那我们庙里有给人家占卜了 有1600份 还有我们春室有准备这些 这些一系列贡品 树种 还有那个都是树的 很多很多水果 还有我们那个猪公 今年是比较特别 保佑大家平安 风调雨顺 有的7月10月 大普渡大普渡 大家真的都喜欢来拜拜 我是今年刚刚才办来没多久的 宝平安 普渡仪式中 看见地方信仰中心的力量 也可以看见基隆中元祭的精神 茨云寺一直是我们地方 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 那今天茨云寺办普渡 我觉得也特别特别意义非凡 因为基隆市的中元祭 和中元普渡期间 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世界文化遗产 族群融合 然后人与人之间温暖与团结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的事情 族群融合的精神 与地方信仰紧密结合 虔诚祭祀老大公 越文法英 希望众生心安 基隆乃至全世界 也能消灾平安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永龄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 宣布参选总统 展开拜票行程 除了参拜基隆 暖暖城福宫外 还到地内里民活动中心 参观食物银行 亲手将爱心食物 交给需要的里民 这一趟暖暖之旅 也让他感到暖暖的 亲切底和乡亲 急张打招呼 永龄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 来到基隆市暖暖区 参拜城福宫 现场还有舞龙舞师表演 充分展现暖暖乡亲的热情 郭先生他等下落后 他就先拜庭 来桌上我们出身 延长圣庆庙拜庭后 再过期给大家打赏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另外郭台铭还参观了设置在地内里 里民活动中心的食物银行 食物银行透过各界帮助 免费将面包牛奶等物资提供给当地需要的民众 让郭台铭感到相当暖心 并将至宫分配好的食物亲自分送给需要的里民 我今天到基隆暖暖区感觉到心里非常暖暖 台湾的社会虽然政治缺乏爱心 但是来看到它的社会在暖暖区 心里感到非常的温暖 这是两个温暖的暖暖 谢谢感嘉乐福 你这么爱心把即将要过期的食物还没有过期 然后提供出来给爱心食物银行 每个礼拜二四五发放给需要温暖 需要食物填饱的老人家 或者是比较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在暖暖区叫暖暖的名字 是有它道理的 最后郭台铭表示 这些爱心需要靠媒体多多发掘 才能让人间更有爱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李亮杰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东四路抽水战过去 曾经因为以人为疏失 导致马路大淹水 为了避免泪色情况再发生 市员蓝敏黄会同公务处长陈又川 进行四部会抽水机的安全检测 索性一切都正常 我记得在张通龙当市场的那个时代 就因为这个东四抽水战 因为人为疏失 就是会造成这个台风时间 没有办法紧急抽水 才造成了我们11路12路 信山信四信五信六 一直到山沙大淹水 因为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就非常担心 这次台风啊 我特别非常担心这里抽水的状况 所以才今天特别请公务处 跟区公务处到现场来做实力的操作 那么今天操作的结果 让我们非常放心 刚刚我们都看到了 检测非常的正常 顺利的把水排出去 我想这次的台风 市民应该可以 放心 但是也希望市民朋友能够自身做好 防台的准备 东四码头的抽水战 因应台风的来袭 我们24小时都会派人来轮手 来出手 当一事过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执行预抽的机制 用手动的方式 将脊椎井里面的水 用预抽的方式先把它排到海里面 让脊椎井的水会下降之后 让如果有大雨的时候 让那个排水客户 可以细处丢到我们的脊椎井 过去东四抽水战 曾因为人为疏失 造成绍船头地区大淹水 议员蓝敏黄要求抽水战要保持警戒 在操作厂商表示 一旦出现下大雨情况 抽水战就会展开预抽的动作 冬天的时候 我们要让这个市区的水 尽量尽快的流到我们这个脊椎井 所以我们就会先用手动预抽 把这个脊椎井把它下降 水位下降之后 让市区的水位 很快速的人流到我们脊椎井 中正区公所也备好所有的沙包 针对里面所有的里民 有沙包需求的话 随时都会透过我们的办公处 还有中正区公所来索取 我们可以无限的一个供应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因为一路一二路 一路一二路这边的话 过去都有淹水的记录 所以说我们有针对这些店家的话 也有做好那个防水闸门 此外基隆爱事录夜市商家 有的不营业架设防水闸门 而市区临时抽水机 已经进驻待命 希望确保市中心不会淹水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为了提供有限的投资环境 活络基隆都跟发展 基隆市公测会议和都发处 共同举办都市发展政策交流座谈会 邀请多位企业家进行交流 由基隆市公测会和市府都发处 举办的这场都市发展政策交流座谈会 市长谢伟良相当重视 特别邀请财信传媒 董事长谢金河 原力建设董事长林敏雄 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 名誉理事长陈春彤 等知名企业家跟专家齐聚基隆进行交流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相当肯定市长谢国良 用心规划基隆的发展 也认为基隆相当具有发展潜力 最重要的崛起 重要的关键 人流物流金流都要进来 那基隆的最大优势 刚刚我们看到的简报 其实整个大台北的发展 从信义计划区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南港 那刚刚我们看到基隆那个北五堵 我们如果从这一线一路推 到了六堵 再到七堵 然后来到我们基隆的 现在的市中心 我相信这个整个区域的发展 一直往北边 在移动的时候 基隆一定有非常大的潜力 昨天包括谢金河社长 全联的林敏雄董事长 还有这个大同公司 以及中华民国 不动产开发协会的 王光祥荣与理事长 他们都齐聚基隆 然后为基隆的都市发展 大家邀请会员过来一起讨论 我们公布了新的简化 简史照的一个发放程序 然后推动代金 可以来增加荣基 都是直接希望 更多的人来参与基隆 未来的都市更新局发展 昨天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很多人都来 而且他们都是全国性的企业家 所以我也很开心 未来会从明天开始 会从昨天开始 就会跟他们密切的继续保持联络 更多的资源 引进更多的资源来发展基隆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预计成立 府级都更专案办公室 也启动改革经济措施 期盼透过工部门 与业界务实的探讨 为基隆的都更 引进更多资源 带动居住与商业环境发展 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